截至下午6時被捕的人數是511人 當中有382人獲釋 當中18人是保釋外出 仍被拘留有百多人 有三個男人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一個人就涉嫌襲警 獲釋的集會人士有不少都不滿警方的安排 兩週期報導 被帶到黃竹坑警校的集會人士早上陸續獲釋 首先獲釋的是凌晨被捕又無份組織集會的參與者 警方說他們參與非法集會 和對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三點多被捕和五點多被捕的市民 其實是一起被釋放 其實當中的行政程序是否需要我們等那麼久 我是很質疑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好像有一點報復式 去對待我們這些示威者 一點東西都沒有吃過 因為他給了拘捕人士的權利 我們是有三餐的 應該早餐我們由六點開始跟他說 到我們出來十點多都是沒有的 我覺得他最壞的就是在我們面前 吃糯米街派給同事 後來被捕的 中午過後都未獲釋 又媽媽說到警校了解 挖個兒子音信全無 我沒有預計他被人拘捕 警察不拘捕他們 他們八點鐘都會自然地散 大家都看到很和平 但我不知道為何 現在是一些聯絡都沒有 過幾小時後 母子重逢 獲釋的兒子不滿 警方不讓他們和外界聯絡 當名被捕的學聯成員 被指參與協助或組織非法集會 警方要他們做多重手續 和他們落後宮 問贈召集人楊正賢也批評 警方一度不讓他們見律師 警署裏面已經有一大堆律師團 律師在 警方沒有理由在三個小時內 都安排不到任何律師 給我們第一批行動者 很強烈地去罵警察 為何不找律師的時候 他才是私私言給我們打電話 然後再用30分鐘40分鐘的時間 才能夠和律師去會面 發起留守行動的學聯又說 若證改方案沒有公民提名 他們可能會再次公民抗命 而三名有份留守的泛民議員 亦都被指參與協助或組織非法集會 指簽1000元保釋 他們期望行動可以令政府讓步 NOW TV記者 兩下期報導